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否则人家是看得出来的 比如说日本 最近一段时间日本国内也不太消停 新冠肺炎在日本各地已经有了蔓延之势 甚至我们听说日本的有些医院这个政策也不是很好 明明看到这个人有了轻微的症状 但是用各种理由都不给人检测的 日本人说我怕检测多了 我这个病房我这个医疗资源不够用 结果国际社会就有人担心了 对于日本来讲 今年它是有个重头戏的 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 现在是二月底三月初 我国的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了 但是很多人担心 有没有可能经过一两个月 疫情在日本慢慢繁衍出来 到那个时候各国还敢到日本去开奥运会吗 而且现在对奥运会的影响已经有了 比如说我国的各个夺金军团 现在这几个月正是参加各种各样奥运会预选赛的时候 你要拿奥运的入场门票啊 但是有的国家和地区就因为疫情的原因啊 是不敢让我国运动员入境了的 今天我们有疫情 所以不敢让我们入境 可是过两个月我们疫情结束了 日本疫情爆发的时候 还有国家赶到日本去参加奥运会吗 这对日本来讲是个很大的问题啊 别忘了日本因为疫情 马拉松已经停了 但是当然日本政府说了 他们相信他们控制的住疫情 不会在七八月份的时候爆发 所以他们认为日本奥运会是不会停掉的 但是就在这个关键场合啊 有的国家要来帮日本了 谁呢 日本的传统盟友英国 英国伦敦啊 最近也要马上搞这个市长选举了 结果各党派的候选人啊 包括现任市长都纷纷出来相挺日本 他们说了 日本不要担心 如果到了六七月份七八月份 你们的疫情控制不住啊 东京奥运会干不下去了 没关系 我们英国人来帮忙 完全可以把2020年奥运会挪到伦敦来办 别忘了 八年前人家办了一场还不错的奥运会 各项基础设施都在 所以他们有足够的实力啊 接盘日本 按说这是个帮忙的事啊 你看你办不了了 总得有人办吧 我帮你办啊 问题是 日本愿意吗 现在英国在这个关键时点 说要帮日本办奥运会 那是帮忙吗 那不简直是散布恐怖情绪吗 所以日本东京都知事都出来说了啊 说我们跟英国传统盟友 伦敦和东京这还是友好城市呢 但是你们现在在这个关键时间点来说要接盘我们 这个话不太友好 而且他相信日本有能力办好这届奥运会 咱们这么讲吧 对日本来讲 盼这届奥运会已经盼了很长时间了 光相关的钱就花了不少了 预算是当年的两倍到三倍 据相关部门统计啊 到目前为止 日本在这届奥运会上的投资有多少钱 超过250亿美元 当然这包含各个场馆的修建啊 基础设施的繁星啊 但是这也是一笔大钱啊 而且日本政府以前就说啊 他们希望通过这届奥运会啊 让全球的人都到日本来旅游 希望日本一年的游客能够超过4000万人 让旅游产业彻底成为日本的支柱产业 结果你告诉日本 你那250亿美元白花了 你这个奥运会啊 别在日本办了 拿到伦敦去办吧 那你想连奥运会都不敢办 还会有人敢到日本去旅游吗 这真是到了关键时刻 才能看出谁是真朋友 谁是趁你病要你命啊 对于日本来讲 在我们疫情严重的时候 人家给了我们很多物资支援 失聚温暖 我们也希望啊 日本尽快把本国的国情搞好 奥运会能够如期举办 而那个时候 中日两国疫情都没有了 会有很多中国人到日本去观赛的 更多大千世界 更多古今完人 点击赵旅拍案的头像 进来看看哦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 下回分解 不离赛的